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拍一支NB 因為我們的攝影師不相信我的攝影能力 所以他就要我今天拍一支NB給他 他說他要寫一首歌 經過兩個小時他寫不出來 我說好沒關係我也想要測試一下 我們就來寫一下以前他們樂團的歌曲 呼吸美人與樂團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那今天我們分兩天拍攝 一天是拍晚上的場景 一天是拍早上的場景 然後我們現在拍攝在這個房間 這就是那個 第一人就叫我更正一下什麼不信任他的攝影技術 對對對 他就是看我嘴他兩支NB 所以他說幹那你來拍看看 我就來拍看看 我們開始 來 我們來拍攝 現在我們要拍攝第二幕 尋找體重計然後踩上去驚訝的表情 知道為什麼被學妹討厭的原因 現在室內的已經搞定了 我們準備前往外面公園拍一下 一小小段的晚上的景 現在是晚上的11點 我們要前往公園拍一個晚上的場景 這個場景拍完了 今天就差不多可以收工回家 明天趕快拍早上的畫面 請問你劇情的感想是什麼樣 劇情很棒 給你一讚 團隊金頭腦就是不一樣 黑眼圈專業導演 有需要拍片記得走 好 我們現在呢 就要拍這個 阿熊跟他朋友報告這一項喜悅的畫面 這個畫面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簡單快速拍一拍 我們就準備收工回家睡覺 OK 掰掰 好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的拍攝 好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的拍攝 我們現在來到主角的家 看一下現在主角在幹什麼 好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的拍攝 好 等一下呢 我們的場景整個會整個環繞在這個公園的部分而已 好 拍完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出片 好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這個影片拍攝的一個花絮 那有很多肉拍 因為你要忙著拍 然後又要自己一個人 因為我們零成本 沒有助手 就是全部都自己來 那這整個故事的環節就是一個男生 胖子 宅男 死胖子 死宅男 然後跟一個學妹 然後他覺得這個曖昧 所以有機會 結果我想不到最後他被拒絕了 然後他努力的瘦身 他以為是這個胖的這個原因 結果呢 看來不是胖的這個原因 因為學妹到最後 在一起的一個比他也要胖的人 所以有時候很往 真相 不是你所想的這樣子 好不好 反問一下我們男主角 請問這整個拍攝過程 你有什麼感想 媽的攝影師真的是很奇怪 有辦法 他在測試我的底線 幹 教練被穿這種衣服 真的很酷啊 而且重點是 你看我的肚子 很可愛啊 很擠 整個都擠在一起 很滿足啊 充實啊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打完桌子 拜拜 拓越了 唯一 啊 整個 一